公開的資訊上面他都是去協助特定政黨 在釋放科技所有的網站上面 都沒有提到他有在做輿情服務 是台灣激進高雄黨部執行長楊佩華 那今天呢我們跟台南黨部的這個 執行長吳怡婕一起來就是告發徐曉星 這是一個大型的狼人殺遊戲啦 他們應該要回去找說誰是狼 而不是說我是不是監控他們 如果今天我有非法監控的話 那每天黨一定早就一定會有阻告 其實我都已經講過非常多次了 但就不曉得為什麼他們這麼玩名不靈都聽不懂 那他說要控告的是銀行法嘛 所以要請問他要控告的是不是台北富邦銀行 因為如果是違反銀行法的話 其實是富邦銀行 那富邦銀行也是上市櫃的公司 但他們也已經多次曾經說並沒有超貸的問題 而且他們整個主管都已經檢查過了 那所以有想要去告發歡迎去告發 但是請有一點法律素養不要搞錯對象 我覺得徐曉星他當碰上自己的問題的時候 密患都不密患了 總是自己遇到問題都不願意出來澄清 反而都要另闢戰場來轉移焦點 那作為一個立法委員我認為是非常失格的 他如果真的想要證明自己是有憑有據的 應該要出來把這些大家對他的質疑都一一的自證清白 才能說服大眾他是具有公信力的立法委員 包括現在像是潛艦的身文 像是收受回扣以及內線交易等等 這些都是姿勢體大的問題 如果他沒有辦法好好的跟大家說明 大家又如何幸福他過去提的這一些爭議呢 我講比較簡單的例子 像你如果今天你想要登錄一個看影片的會員平台好了 那是不是你要輸入很多你的個人的個資 那這些個資會被主張儲存在哪裡呢 那其中一個地方就是釋放電群IDG機房 所以是像這樣子很多的客人資料會被儲存在機房裡面的情形 那是不是釋放那他有提供相關的一些個資給民進黨去做參考 這是昨天質詢的時候問的一個問題吧 那昨天我覺得比較起人移動的是民進黨的回憑喔 因為我在質詢的過程當中 其實人事實力度講的算是蠻清楚的 但是他們的這個秘書長也有長確實 知乎幾次非常的閹自閃數 那甚至還說我是不是有監控民進黨 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型的狼人殺遊戲啦 他們應該要回去找說誰是狼 而不是說我是不是監控他們 如果今天我有非法監控的話 那民進黨一定早就一定對我敘告了 請問民進黨裡面有找出任何的切入 然後或者是監控設備嗎 完全沒有吧 那為什麼你們到現在 月二十七號到底有沒有開國會這件事情 你用我們每天都開很多櫃 那來做回覆 那是不是也等於變相證實的是 五二十七號開會 那開會的內容是什麼 為什麼林又昌沒有辦法 清楚的跟大家做說明呢 這也是我們一個蠻問號的一個印方啦 那再來就是說呢 在記者不斷的追問之下 他才說 絕對不是許曉先生的那樣 那請問是哪樣 我們問的問題是那是哪樣 那林又昌是不是他可以負責任的 那說清楚 尤其是在賴清德總統 他昨天這個總統晚上11點的時候才發說 這個吳彥宏不是我的親信 那這兩個字本來就可以做很多的解釋 洪其昌跟賴清德關係是不是生死不共 我相信這一點問謝龍姐他是最清楚的 所以當時做台南市長的這個賴清德還為了洪其昌的案子 然後來跟這個謝龍姐對讀他的政治生命 那所以他們之間呢彼此的關係是這樣交錯複雜的 那所以我是認為就是說呢 其實我手上還有其他的一些資料 因為涉及到個資法的問題 那沒有辦法在質詢的時候能夠公開 所以在這方面我會在這三天之內 那像檢調這裡來提供相關的訊息 那希望能夠申請保存證據 避免滅證 那相關我不方便公布 因為有涉及到人跟個資問題的證據 我也會一併提供給檢察官作為辦案的參考方向 那檢察官他到底願不願意辦 那這就必須要看檢察官 因為屬於他們的選擇 那但是到底對於政黨監控民眾這一案 檢察官他這裡是玩真的玩假的 半真的半假的 到時候就非常清楚了 如果5月27號是有開會的 那所有開會的人是不是都應該要被檢察官傳來問訊 然後以證人的身份交互的去比對他們的證詞 才能知道更多的細節 那如果今天我提出了申請保存證據 那提供了相關的資料 但是檢察官卻沒有辦也沒有傳 那到底有沒有認真要辦這個案 難道聽王一川一個人的說法 就能夠決定所謂的資料是真是假嗎 那甚至當王一川都已經說出有資料 不是他的膝蓋想的 那資料到底是什麼 那民眾也很想知道 那最後我還要補充的是說 關於這所謂的這個 輿情分析是不是來自於網路大數據 big data open data這個部分呢 有三點 第一點是在過去選舉期間 蔡英文總統 他跟四方電訊的這個政治現金上面的 合作的支出項目裡面 並不是寫網路輿情分析 我那天列出來非常清楚 是數據分析 然後輿情監測等等不同的項目 但不是網路輿情分析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昨天有委員好像有問中華電信 他作為四方電訊的母公司 知不知道四方有在做輿情分析這項服務 那中華電訊表示他不知道 那作為母公司 卻不知道子公司的服務項目 有跟輿情有關 有跟數據分析有關 這不是很奇怪嗎 第三件事情是 四方電訊他作為一家上市櫃的公司 其實他必須要很嚴謹的做他的公司治理 你去翻遍他所有的服務項目裡面 找不到任何一項跟輿情監測有玩的 不管是公開的Big Data 或者是說是數據分析的服務 裡面都是完全人有的 所以藉由這三點 四方電訊昨天的這個新聞稿裡面 其實還是一點重重 那最直接的還是 527當天有沒有開會 以及會議的這個資訊提供者來源是誰 那我覺得不管是四方電訊 或者是民進黨其實都跳過了這一題 那相當的奇人移動 那但是我也不是檢察官 所以我只能把我手上有的資料 那提供給檢察官作為辦案參考的方向 但是在不管是我 或是其他委員的質詢過程當中 大家都可以看到了這個 整個事件的過程是 特定的這個派系的子公司 那他似乎對於特定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政黨 那有提供特殊的服務 而這點服務是其他另外的政黨都拿不到的 那今天基金又到合理檢訊 然後認為您那個就是檢案的金流 應該要講清楚才可以 其實我都已經講過非常多次了 但是就不曉得為什麼他們這麼玩名不靈都聽不懂 那他說要控告的是銀行法嗎 所以要請問他要控告的是不是台北富邦銀行 因為如果是違反銀行法的話 其實是富邦銀行 那富邦銀行也是上市櫃的公司 那他們也已經多次曾經說並沒有操帶的問題 而且他們整個主管都已經檢查過了 那所以有想要去告發歡迎去告發 但是請留一點法律出養 不要搞錯對象 我覺得許草星他當碰上自己的問題的時候 然後命歡都不命歡了 就是總是自己遇到問題都不願意出來澄清 反而都要另闢戰場來轉移焦點 那作為一個立法委員我認為是非常失格的 他如果真的想要證明自己是有憑有據的 證明自己是非常能夠說服大眾的 就應該要出來把這些大家對他的質疑都一一的自證清白 才能說服大眾他是具有公信力的立法委員 包括現在大家對他新的質疑 像是潛艦的聲文 像是收受回扣 以及內線交易等等 這些都是姿勢體大的問題 如果他沒有辦法好好的跟大家說明 大家又如何信服他過去提的這一些爭議呢 是台灣激進高雄黨部執行長楊佩華 那今天呢我們跟台南黨部的這個執行長吳怡傑 一起來就是告發許巧欣 最主要是其實大家應該還記得就是前些日子 就是他的大姑涉入這個詐騙洗錢案 那因為他個人呢有提供一百萬的現金的金流 流向這個洗錢公司協助償還這個利息的部分 所以當時我們就有來去告發他 因為他講不清楚嘛 他可能涉嫌是貪污土利跟詐欺等等的 但實際上隨著時間 我們去推 當時其實有很多報導有指出啦 他當時婆婆去借貸的這個錢 是用他的房子去借錢 但是這個房子其實呢 他的金額跟他的借貸金額其實是不成比例的 也不符合常規 另外就是他借還可以在短時間內一屋三代 也不符合常理 再加上許巧欣當時是台北市議員 而婆婆借貸可能有超貸 且一屋三代的這家銀行放款的銀行呢 就是台北富邦銀行 那也就是同時是當時許巧欣台北市議員 期間內可以監督的銀行 所以我們就懷疑說 他因為他自己本身也有講啦 他就是在公開受訪的時候就有提到說 他也有協助處理利息的部分 那所以我們想要問許巧欣到底處理了什麼 用什麼身份來處理 在這個過程中他其實都沒有去講清楚這一塊 甚至沒有提出更多的證明或見價的證明 來說他們的房子可以超出這個額度來貸款 是因為什麼原因 所以呢我們今天等了很久 我們都沒有提到他的相關的證明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再補告他一條 就是涉嫌銀行法第125之3 最主要就是這個原因 這個因為跟他的詐欺案貪污都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能夠透過告發的方式 讓檢察官好好的來把他調查清楚 於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